第一個我們特別注意,input 這邊有個 import,import pandas as pd 把它說別名叫pd 我們剛剛這兩行本來open的話 我就不要用這種open 我用上面的方法 改寫成pandas裡面的開啟方式就是叫電read 底線csv就ok了 特別注意,那個csv後面那個檔名 特別注意,不能用中文的 特別注意,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如果改成中文的馬上就壞掉了 ok,他好像會出現什麼os 什麼什麼的error,我忘記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就直接可以利用什麼 這個df指的就是他把它讀進來 會讀到哪裡呢 他會幫我讀到一個叫data frame裡面 有點像是虛擬的四串表 你可以想像成那個什麼eshell裡面的四串表 然後讀進來之後的話,你就針對他哪一欄 特別注意到哪一欄的話呢,就中瓜湖 data frame的哪一欄 那你就是中瓜湖,裡面就跟他講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叫scope,為什麼我知道scope呢 各位可以開啟嘛,就是在我們這個裡面 你會發現讀這個read的404,他的欄位名稱是scope 所以就這個名稱 將來如果你有很多欄,他就可以看你要哪一欄的名稱 把這個欄位名稱把它讀取 讀到哪裡呢?讀到scope ok,這樣就ok了,而且讀進來 他不會有罐行符號 也不會是那個什麼 就是不會是那個字串 因為你sprint了之後變字串,要轉型嘛 不用,他全部進來就是文,就是數字 放在哪裡呢?放在這個scope的串列裡面 所以底下的話呢,我們整個讀取 我本來是寫下面這兩行 就是for i,還要從第一個 不用,他第一個就欄位名稱,避開了 他不會讀到欄位名稱 他會讀到數字部分 所以我只要什麼,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score for each in這個scope 把它一個一個成績讀出來 所以我就不用轉型 也不用再去掉這個換行 再來就分析 基本上呢,產生結果就ok了 不過呢,你會發現一執行會出現什麼錯誤呢? module 他找不到,not fun 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安裝panda 很安裝還記得啦 反正很簡單 如果不會都看一下之前 反正其實在那個裡面安裝非常簡單 就是在我們的c碟底下 一樣找到我們的3732 然後一樣cnd 然後打,就會打很多次 python 然後1-m 後面就是pipe install 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他有in-store 後面加一個減減upgrade也可以 然後把這個東西接上 pandas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pandas就幫我全部安裝下來了 那去run就ok了 只是說啦 當然 他的缺點就是你要額外安裝 但是優點感覺好像 欸,似乎可以少寫一行 不過如果像這種東西 還是用,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差 用哪一個方法都ok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錯誤應該就可以不出現了 然後可以亂亂看 哦不ok呢 基本上呢 跳出來 沒出現 來看有沒有錯誤 基本上這個部分不用改 給這邊read 其他pandas saleok了 把它run一下 欸,有出來了 ok 所以他pandas 剛剛還沒掛上去 ok 就完成了 那 其實我是覺得 pandas最大的優勢就是 他可以read csv 沒什麼優勢 他可以read excel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excel 你就把csv 後面這邊改成叫做excel 他就可以讀取excel的檔案了 ok 那後面我會跟各位做說明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404這一題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等於又多加了一個這個 叫pandas的 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非常的重要 那他的 他的這個運作 有點類似 在等於excel裡面的試算表 有沒有 那只是說他是虚擬的 有點像在記憶體裡面 看不到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哦 看看 有關 就有一個 壓力的 豬